哈喽所有们大家好 哈喽我是你们的主播娃娃 然后的话这几天没事的时候去市场里面逛了逛 然后的话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就是小食品 然后的话逃了一些回来感觉很有趣 自己混搭了一些小款式啊 然后的话感觉挺好看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来一条条给大家展示一下哈 来这条的话是一个冰子底的看到没有 冰子底的翡翠猪链 然后的话我给它搭了一些小财宝的一些小饰品 然后前面的话是一个玉髓的一个顶珠 然后的话前面的这个吊坠是一个和天玉的一个小吊坠 年藕看到没有年年发财啊 种水特别的好这一条看到没有 水水润润的十指九干十指九末啊 这条种水好可以打灯给大家展示一下 紫色的话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失色 然后的话搭配上这些小饰品的话就显得更有趣 看到没有啊更亮眼一些哈 因为平时的话咱们猪链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饰品 就是整个一圈一串就光溜溜的一个猪链 知道吧 然后的话今天的话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啊 主播给大家就是搭配了一些小饰品的 来看一下 种水好 它整条下来的话色是非常均匀的看到没有 整条下来的话色非常的均匀带焦感 看到没有 哎呀 总好 然后这一条的话它没有大文大念啊 嗯没有大文大念的完美度的话是达到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一个完美度 它前面是和田玉的一个小吊坠哦 嗯小点小点缀啊也属于一个小点缀 这条的话它也是跟刚刚那一条的呃 珠子是一样的就是冰子底的翡翠啊珠链 然后的话也是搭配了一些小柴宝 然后玉髓 然后也是一个小小莲藕啊 和田玉的一个小莲藕 嗯你看它这里的话搭配了一个就是这种小财宝 然后一个莲花的一个形状哈 是不是很有趣啊是不是很有趣 像这样的话带出去的话就更亮眼一些啊 嗯 还这一条的话也是打灯看一下它的一个完美度 珠链的话主要就是看它的完美度 然后的话它的品质 然后它的种水也是看色那些对吧 嗯有种有水有色的也是 然后的话也是没有大文大念啊 完美度的话也是非常好 嗯 嗯 来这一条的话是琴冰底色的也是搭配的一些小柴宝看到没有 嗯然后的话还有一也是玉髓 然后的话一个和田玉的小莲藕 嗯莲藕的话它的寓意特别的好年年发财节节高升知道吧 所以的话我基本上就是每个款式都有搭配一点啊 每个款式都有搭配一点 这条的话是琴冰底色的 嗯 嗯 我给它选的这种设者搭配上去的话就比较丰富一点看到没有 多姿多彩是吧 五彩八蓝 呵呵 比较亮眼像这种的话 浓 浓 完美度也挺高的哈也是没有大文大念的 嗯 嗯 是吧 比平时候咱们见到的那些就是翡翠猪链的话就更亮眼一些啊 更有意思一些嗯 比较有特色像这种的话 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单调 嗯 你看像这种大卡一点的猪链我就给它搭的比较大一点 它这个小食品也是一个财宝 然后的话嗯像这个也是一个马脑的一个材质 嗯 一个马脑的一个小食品 嗯 前面这个是一个小天猪啊 然后前面也是挂的两个莲藕的一个小款式 这一条的话也是琴冰底色的嗯 比较大颗 这两颗的 这一串的话比较大颗啊 这个是卡7.8的嗯 卡7.8的 其实7.8的像这一种的话就是 呃单带都非常的好看 配毛 就是现在冬天不是要来了吗 配毛衣好看嗯 单带配毛衣 像刚刚我们看的这一种小卡一点的话 这一种其实前面你给它配一个挂件都挺好看的 知道吗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挂件配这个竹链的话更好看 挂件的话瞬间就更上档次一些哈 你配一个那个绳子的话 我觉得嗯 就是比较感觉档次没那么高哈 嗯 你要是配个竹链的话嗯 嗯 两次的话就瞬间又高了一层是吧 来看一下这一串有没有 呃这一串有没有喜欢的这一串嗯 反正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就是比平时候的竹链看起来的话就更亮眼一些 嗯 嗯 配毛衣的话也更有特色就是更突出一些哈 更突出一些嗯 咱们也是打灯看一下它这一串的完美度 完美度挺高的 其实真的我觉得像这种竹链就搭一点小视频在上面的话就直接配毛衣 我觉得嗯 非常好看真的 你就配在毛衣外面 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单带 你就穿个T恤 然后的话搭一个这种竹链上去的话 又是嗯 一番风味是吧 哈哈 又是一番风味 嗯 这一条的话也是小卡一点的 然后的话也是带的那种财宝 然后这里的话是配的一个小琉璃啊 嗯 我的话就是各式各样的小视频我都淘了一些回来 嗯 然后的话自己搭配了一点 感觉有意思啊 哈哈 感觉挺有意思的 这个也是何天玉 嗯 这个也是一个小莲藕 然后的话也是一个何天玉 嗯 小材本 招采 哈哈 这个的话是卡5.7的 其实这个的话你不喜欢前面的棉藕 这里的话你可以直接配个挂件 你配一个就是那种挂件底色跟这条链子接近的琴冰底色非常的搭 因为我之前的话有给粉丝们配过啊 有给我一个粉丝配过 他觉得挺好看的 后面的话他收挂件的话他都会搭 叫我给他搭一条那个就是猪链知道吗 搭一个那个猪链 这一盒看一下它的完美度啊 嗯 哇你看 打灯非常的水润哦 水水润润的 嗯 整条色也是非常的均匀完美度高哈 哇 这条的话就是满绿的 所谓飞飞飞飞带绿酒鬼 其实这一种款式这种色的有没有感觉像以前古代的时候那一种潮租啊 就是那些大臣们就是上潮的时候带的那种潮租哈 嗯 但这个的话它其实是麻老满满色的满绿的 这个打灯非常的好看 你看卡到一个7.3啊 卡7.3 嗯 哎呀 像这种深绿色的话打灯是非常亮眼的知道吗 打灯的话是非常亮眼的 而且绿色的话非常保值 绿色保值 深绿色你看打灯好美 喜欢色货的姐姐你不要要求它的种啊 喜欢种的姐姐不要要求它的色 像这种色货的话它的种就没那么好 但是这一条的话它的底子是很润的 每一颗的话都是比较润的 看到没有 嗯 绵感也是画的很开 然后整条下来的话完美度挺高的 它没有大纹大念啊 完美度也是可以达到一个90%的完美度 像这一条的话 嗯 然后看一下 很亮啊很亮眼 其实这种深色带色的竹链上身的话是很显气质的 就比呃浅色的要更显气质更突出一些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这一条也是一个情冰底色的 然后的话我也是给它配的一些嗯小财宝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小帘棚啊 然后前面也是一个嗯玉髓 然后也是配了一个小莲藕啊 嗯 主播对莲藕啊情有独钟 和田玉的嗯也是和田玉的 这个的话是卡一个7.6的卡7.6的打灯看一下嗯 也是带胶感看到没有 说话说起边容易起胶懒 你看它每一颗都非常的水润都有带胶感 它一块料子你看一下啊 它要开那么多颗珠子出来 像这种的话也是比较嗯就是繁琐的一个程序 知道吧因为它要挑色泽差不多 就是色泽一样的 然后的话就是大小也要一样的哈 嗯非常费尿的像这种猪链的话是 也是一个大空大工程来的哈 嗯来这条看一下 嗯 嗯